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说说简单点理解的话就是ECM还有就是薄条和干扰弹的使用 那么好 我们先开始游戏 A10在模拟这个CMS上面和Locon有比较不同的地方 在Locon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个投放键就可以了 在这里不是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右边这个界面 这是CMS的主界面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模式 它分为自动 半自动 人工还有待机模式 就是Auto Semi Man Standby 首先这个Auto Auto就是说系统会根据所受到的威胁 自动进行选择模式 然后并投放干扰弹 模式就是上面这个地方所显示的Program 现在是A模式 一会我们会记得讲到 那么 对 这就是自动模式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就是在怕旁边的就是Semi Semi模式跟自动模式是一样的 比较一样的 就是说它还是会自动选择模式 只是说你投放的时候并不是用飞机本身来决定 而是自己飞行员选择投放或者关闭 对 但是它会自动选择模式 投放的模式 这个是和Auto比较相近的地方 那么在它左边这个Menu就是自动人工 就是说人工模式 那人工模式就是说在Program就是说 那个上面的投放模式是由自己选择 而且开启和投放本身也是由人控制 剩下就是普通的Standby 那么首先我们先选择为人工 那么来看一下左上角和右下角这两个界面 首先WMS就是导弹来袭预警 这个不用讲 那么JMR就是说ECM RWR就是那个圆圈的警报 还有就是Display就是显示 这三个一定要开启 对 如果当你刚才下面的时候 它下面会选择为Off 当开启的话选择为Ready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界面 首先来看一下左边 240这就是Chuff 这就是波条 不用讲 120这个就是干尔弹Flare 那么右边的OTR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或者说暂时我们没有需要用到这个东西 那么在右边Program 那就不用讲了 就是投放模式 就是说你编程的模式 这个模式通过右边的上下键直接选择 一共从A到Z是这么多个 大家可以不同的选择 大家可以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去设定 设定 设定以后我会给大家讲 这就是比较基本的见面的介绍 那么下一步我们来教大家如何更改 那么你首先要用鼠标右键点击这个DISP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四个不同的东西 这四个就是你的模式本身 第一个就是说 它每次会投放两个的Chuff 两个的波条 那么0个Flare就代表 它不会投放任何的干脑弹 那个Interval1就是说 它每次投放的间隔是一秒 那么cycle就是说一个循环是10 那么简单讲就是说 它每个一秒钟会投放两个波条 然后一共会投放10次 就是说投放出20个波条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模式的简单设定 但你在里面是没法选择模式的 好 我们来看看Z模式 Z模式就会不一样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它每隔2.25秒的时候会投放了两个波条和一个干脑弹 这个就是一共有两个cycle 就是说它会投放一共两次 就是说总总共会在五秒之内投放出四个Chuff和两个Flare 好我们来在外面看一下 因为是在人工模式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投放 好这个就是两个波条 四个波条两个干脑弹 就没有再投放了 那么好我们回来我们试图更改一下这个的设定 更改设定的话 你需要点击它们下面的Display 就是说进入到这个显示模式之后 这个是普通模式 大家一定要区分 就是说你要更改的话 你要右键点击 还是要右键点击那个DisP进入到这个模式显示里面 那么然后你点击你需要修改的那一项的下面那个小小箭头 那么它当它开始闪烁的时候说明你可以修改 修改就是使用刚才的选择键上下选择就好 然后这里我们把改成三秒钟 那么我们把每一共的循环次数变为五次 也就是说每隔三秒它会投放两个干脑弹 两个波条一个干脑弹 一共会投放五次 好那么我们回到外面再看一下 好现在投放开始 一二三四五 好在数秒这里还有一共投放了十个波条和五个干脑弹 好这个就是你怎么去设置这个模式 但这个模式的设定要讲一下 就是说只会在你选择menu人工的时候比较有用 因为在普通模式在auto和semi它是电脑会自动选择模式 所以说不怎么有用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就是它的前方显示面板 这个右边这一块它完全显示了你在一左下 刚才界面的设置Z代表你的模式 226就代表你剩下的波条 A代表你现在所在的逃放模式 就是说你是自动A就是auto就是自动 S的话它如果是S就是semi 它如果是M就是menu就是说人工 在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当你是auto的时候 A的时候它就是A 那么当回到menu人工的时候它变成了M 这点大家注意 然后选择的投放模式 你是在人工模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的投放模式的 但是如果你在auto你是没法更改的 它会有电脑自动更改 好右边的flare就是113啊 这不用讲 这就是你的呃 蛋耳蛋 好左边这个jmr就是你的jammer 就是你的ecm sby代表它现在是待机状态中 当开启之后它会是opr 大家要注意我们先调回到人工模式 好那么我们来开启 那大家注意这些改变啊 那么我们如果说开启它的话 那变成opr啊 闪烁代表这个ecm已经开启了 右边这个air代表的是空中啊 这个它比较模拟了一个比较真实的 就说它根据不同的呃警报 或者不同的来袭来改变 比如说sme sme就是说比较早期的sme系统啊 sme系统啊 sme系统 那么smr就是比较新一代的啊 sme系统啊 a2当然就是空中 那么第三个还有个a a就是triplea 我们就说的是高炮啊 这个大家呃在 不过系统一般上会自动选择 所以大家不用去管啊 那么第下面这个就是m打mws 就是说呃导弹来袭 当然如果导弹来袭的时候 他会选择为lunch啊 然后会会有警报声 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他不管是什么导弹 就说不是射向你的导弹 他也会有这个显示 好 那么下面这个rwr 这个pri就是说primary 就说你当你点开这个时候 你的rwr只会显示比较重要的啊 unk就是unknow啊未知 这个我觉得因为 因为a10并不是一个攻击型的空中战斗机啊 所以我自己使用的时候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说你进入一个比较复杂的地面防空的状态的时候 你可能会考虑使用这个东西 rwr就是左边这个啊圆圈型的东西 我就不多讲了啊 elocon里面也有 就是说一样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在内圈的 就是说靠你靠内圈越近的并不是代表你的距离越近 而是代表他的威胁越大 大家一定要区分 就是说也许一个s300 他对你的威胁更大 他在更靠近的圆圈正中心啊 但是呃 他不代表他的距离更靠近你啊 比如说另外另外另外一架mg29 他开雷达但是没锁定你 也许他的危险程度并不高于s300 但是他的距离不代表更远于那个s300 好那么我们现在飞向导航点 在那里有一个sum啊 我们会为大家演示一下auto 就是说在自动模式下的呃 呃 战斗机的投放和反应 而要注意一点 auto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动模式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一旦感觉到来袭的危险之后 他会不断的投放直到这个呃 来袭消失就是说如果说我一直被 呃地面的sum系统所锁定的话 那么很不幸的啊 他就会一直投放干尔弹 或者说一直投放薄条 直到这个sum sum系统就说这个战机逃离sum系统的 这个攻击而锁定范围 好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 那么大家看op啊 就是说jammer ecm已经开启 然后chuff开始一直那个博条的数量一直在减少 就是他一直在投放 那么他会自动选择mode 当时我们并不是在a mode 呃自动选投放模式 现在他自动跳回到了a的投放模式 然后并一直在投放 好那那大家看啊 等大家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听声音啊 如果一旦听到launch 就是说导弹来起的声音 你要看你自己是不是被锁定了 这个现在大家这个呃里面所听到 这个很快速短暂的声音就是你被锁定啊 但是你还没有任何导弹来起 好大家看这个界面 呃 ecm也自动选择了same 就是说他是早期的same系统 好现在博条还在投放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自动模式最大的缺陷 就是说他一旦遇到危险 他就不断的自动投放 不断的自动投放 不断的自动投放 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不小心的话 很容易你所有的博条和 和你的尬弹就会全部的被投放干净 那么这样的话是很不利于作战的 就说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不怎么选取调制模式的玩家的话 那么你使用same比较好 就说半自动 但飞机自己选择模式 然后你来选择投放还是不投放 好现在我们的恰伏已经是l l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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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漏少的意思啊 在右下角我们看到已经快投放完了 0 0的时候就变成l l就是代表没有投放干净了 好就是说在这种短短的不到30秒的时间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博条给投放干净了 这是非常不好的一点啊 大家在作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一定要注意最好使用same或者说是menu 就是说半自动或者是人工模式 千万呃在一般情况下不要使用啊自动啊 因为自动太消耗你的博条和干扰蛋了 好现在我们逃离范围 你看ecm已经变成了spy就是standby就是说代机 但是它的模式还是啊sme就是说上一早期sum啊 这是为了一会开启的时候更直接的干扰 但是我们仔细看我们的chaf已经没有了 就是我们的包条已经没有了 好这个就是大概所有的制导系统的反制系统的教程 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说在人工模式的时候啊 他虽然那个间隔写的是疫苗 但有些是我觉得那个疫苗好像比较小于疫苗啊 大家设定的时候可以多试一试啊 玩一玩尝试一下 然后就是在这个还有一点要大注意就是说 在半自动模式的时候你还是要手动开启ecm 就是说你必须手动开启ecm 手动开启啊投放啊 那么注意到这些之后就没有什么了 剩下就是在飞机起飞前一定要设定好你的模式 就是说投放模式 还有你的呃模式就是说自动还是半自动啊 忽然到被被被被威胁之后再来更改这些模式 那么就显得比较仓促啊 这些应该是在起飞之前啊要做好的事啊 好那么简单的讲解就这样 那么关于CMS的讲解就到这个地方了 谢谢大家